这次我逃出来的第三十天 我的体重最多还剩下八十斤 二百八十斤 不管我的体重怎么样 我现在感到 非常的虚弱 一生的鱼竿 这样 我们就能马上吃到海鲜了 有动静 我忘记最近不能吃海鲜了 我现在打扮很容易被发现 我必须要想办法伪装起来 首先找到一个野生的花园 再拿出手机播放音乐 然后再打开摄像头 我们就抓到一只野生的袖子 这样伪装就做好了 那个是 野生的汽车 有救了 坏的 我没关系 找一家附近的突兀养车修理一下 全国五千家突兀养车工厂店 专业养车轻松实现 突兀养车大牌又便宜 他还有精选轮胎 买一送一 四条轮胎 半价就能安上了 先生您的车修好了 真的大人了 突兀真的好死 怎么回事 因为前面的小龙恰把车吓到了 车看见什么 是软决定的 出发出发